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视野 我是豪天 11月2号上午 正在白宫参加会议的纽约市长埃里科·亚当斯 突然接到消息 他的首席筹款人在纽约被吵架 政治敏感性和警官的直觉告诉他 时机之巧合 绝非而然 于是 他匆匆说了一声 有一件事要处理 就转身返回了纽约 今天 我们就来揭开亚当斯年仅25岁的女筹款人 布里埃娜·萨格斯被抄家的内幕 最近半年多来 十几万非法移民涌入纽约 让亚当斯伤透了脑筋 11月2号 他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四大城市 包括芝加哥、洛杉矶、丹佛和休斯顿 共五名民主党市长前往华盛顿 要求白宫介入 虽然拜登已经要求国会拨款14亿美元 帮助地方政府为移民提供住所和援助 但五名市长公开表示 他们需要高达50亿美元的资金 而近一年多来 亚当斯曾经多次要求会见拜登 但都石沉大海 相对于其他民主党市长 在移民危机问题上 亚当斯可能是最直言不讳的一位 他说 纽约已经被非法移民淹没 这种情况正在摧毁大苹果 11月2号 亚当斯与其他四个城市的市长联名 终于有机会进入白宫游说拜登政府的官员 然而 在会议开始前几分钟 亚当斯就赶回了纽约 那么 有什么重要的理由 让世界上最大城市之一的纽约市长 放弃白宫的重要会议 为一名年轻的专款人而折返呢 这要从他们两人的关系说起 布里安娜·萨克斯 今年25岁 2020年 毕业于布鲁克林学院 获得生物学学士学位 别看他年轻 但他与市长的核心圈子关系密切 包括被称为市政厅雄师的英格利德·刘易斯·马丁 刘易斯·马丁是亚当斯的首席顾问和开门人 据《纽约邮报》报道 一位消息人士说 萨克斯被称为刘易斯·马丁的政治教女 2017年 萨克斯在纽约市最大的区 布鲁克林区亚当斯的办公室担任行政实习生 当时亚当斯是区长 刘易斯·马丁是他的副手 根据领域上的信息 萨克斯第二年就被提升为特别联络员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 一直致力于女性健康 他既是亚当斯的筹款人 也为金斯县民主党县委员会筹款 虽然这位年轻人缺乏经验 但是一直被捧为 亚当斯的关键竞选顾问和筹款人 2021年 萨克斯加入了亚当斯的市场竞选 担任筹款人和后勤主管 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消息人士说 如果你想接近亚当斯 你必须通过他 把你的信息告诉他 在2021年的市场竞选期间 他经常被发现在亚当斯的身边 萨克斯的筹款能力非凡 根据竞选记录 亚当斯2021年的竞选活动 总共花费了1850万美元 其中1840万美元是萨克斯筹集的 记录还显示 萨克斯正在帮助亚当斯 竞选连任2025年的纽约市长 目前已经筹集到了250万美元 然而 风云突变 11月2号 星期四上午9点 这名年轻的筹款人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公寓 被联邦调查局突袭搜查 来自反腐部门的特工 从萨克斯的家中查获了iPhone 笔记本电脑 文件 一个标有埃里克亚当斯字样的文件夹 以及7个捐款卡片活业家 据《纽约时报》报道 当天没有人被捕 但萨克斯被传唤到联邦大培审团面前作证 《纽约时报》获得了搜查令的部分内容 显示与亚当斯在2021年市场竞选的调查有关 据称 当局正在调查市长的竞选团队 是否与布鲁克林的一家建筑公司和土耳其政府合谋 将外国资金注入竞选团队的金库 被称为是一种稻草捐款计划 稻草捐款是指非法使用他人的资金 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政治捐赠的做法 这种做法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欺诈 在许多司法管辖区都是非法的 报道说 在搜查令中 该建筑公司被确认为布鲁克林的KSK建筑集团 根据竞选财务记录 KSK的员工向亚当斯2021年的竞选活动 捐赠了近1.4万美元 调查人员感兴趣的是 该活动是否将利益输送给该建筑公司的官员和员工 以及土耳其官员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 想要市场竞选团队的任何雇员、官员或同事 前往土耳其的旅行记录 以及与竞选团队和土耳其政府互动有关的文件 包括按照土耳其政府的要求行事的人 此外 调查还在寻找 与华盛顿特区的一所大学 海湾大西洋大学有关的文件 这是一家土耳其人拥有的无名学校 于2014年在华盛顿特区成立 2015年 亚当斯访问了该学校 在伊斯坦布尔的一所姐妹大学 在那里他获得了各种证书 并被告知将以他的名义设立一项奖学金 亚当斯曾跨越自己有多么喜欢土耳其 上周 他还在曼哈段下城主持了一次土耳其的升旗活动 亚当斯说 这是他第六次或第七次来了 纽约历史上没有哪一位市长像他这样亲近土耳其 当得知自己的首席筹款人被突袭后 当时在白宫的亚当斯没有做解释 只是说了一句 处理一件事就返回了纽约 而其他市长们则留在华盛顿特区继续回谈 负责通讯的副市长法比安·李维说 市长听说了一个与竞选有关的问题 就认真对待这些问题 所以想尽快回到纽约 当天晚上 亚当斯打破沉默 说 任何执法机构的任何人都没有联系过我 这就是我从华盛顿特区回来的原因 来到现场看看调查的进行 他还宣布 尽管筹款主任的家被联邦调查局搜查了 但他对自己和竞选团队的行为极其满意 尽管亚当斯没有直接提及上午的突袭 他也没有提到他与萨克斯的合作 但是他表示将配合调查 他说 我对自己遵守规定和程序的方式感到非常满意 我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 对竞选有很高的要求 对市政厅的员工也有很高的要求 我很清楚 要求自己达到高标准是我的责任 我会遵守任何调查 我要求我的团队也这样做 最后 亚当斯说出了一句耐人许位的话 任何调查已经完成 我们都将充分参与 并确保调查正确进行 亚当斯的话似乎暗示 联邦调查局突袭他的筹款人并非表面这么简单 作为有22年纪念的警官 亚当斯熟悉执法机构的操作 作为一名资深的政治人物 他也深知华盛顿的手段 所以 他想传面参与这次调查 确保调查的公正性 据《每日邮报》报道 联邦调查局的这个时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虽然报道没有展开说 但是我们从亚当斯与拜登的关系入手 也许可以帮助大家理解其中的内幕 根据边境巡逻队的数据 在2022年10月至2023年9月期间 有200多万人非法跃进 给边境州造成了巨大压力 当然 实际数字可能会更大 这些非法移民正在从南部边境送到美国的各个城市 德克萨斯州州长格莱格·阿伯特 正在源源不断地将一车车的非法移民送往民主党城市 这些城市都吹嘘欢迎他们的到来 然而 随着涌入的人们越来越多 这些自由派市长已经不堪重负 开始抨击阿伯特并请求联邦政府帮忙 美国五大城市的市长 包括丹佛市长迈克·约翰斯顿 纽约的埃里克·亚当斯 洛杉矶的凯伦·巴斯 芝加哥的布兰顿·约翰逊 和休斯顿的西尔维斯特·特纳 最近的态度都突然大转变 对拜登的边境政策表达了不满 11月1号 他们在一封联名公开信中说 他们不得不在联邦政府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帮助的情况下 勉强度日 并准备在一个星期内前往华盛顿特区会见拜登 端促联邦政府拨款 帮助应对不断涌入的移民人数 领导该联盟的丹佛市长约翰逊说 他们需要50亿美元 是拜登想提供的14亿的300多 迄今为止 纽约已经花费了超过17亿美元 芝加哥花费了3.2亿美元 丹佛每周要花费200万美元 为移民提供庇护 市长们在信中说 为了妥善照顾这些寻求庇护者 我们的城市需要额外的资源 远远超过提议的数量 仅依靠市政预算是不可能持续的 这迫使我们削减了基本的城市服务 但是由于移民法庭系统严重堵塞 获得庇护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在某些情况下 移民可能会等待长达10年的法庭日期 市长们希望联邦政府出手 加快工作许可审批程序 以便移民能够找到工作 由于情况紧急 5名市长于公开信的第二天 即11月2号就前往华盛顿特区 召开危机会议 而在这些市场中 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 是批评拜登边境政策最大胆的一位 2022年8月 亚当斯曾经还为纽约市作为庇护城市而感到骄傲 但随着每月都要接收1万多名非法移民 他不久就宣布纽约进入紧急状态 今年9月初 亚当斯在市政厅会议上 就拜登的边境移民危机爆发了 称这场危机将摧毁纽约市 他还警告说 短短三年内将使纽约市损失120亿美元 并指责拜登无视他的求助请求 最近 白宫新闻秘书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拜登为处理边境局势提供了创纪录的支持和资金 然而 亚当斯对拜登的批评也加剧了 9月17日 拜登抵达纽约市 参加联合国大会世界领导人的年度聚会 在三天的时间里 他拒绝和市长见面 亚当斯说 他和拜登都是民主党人 自今年年初以来就没有说过话 他猛烈抨击拜登 在访问纽约时冷落了自己 说 总统知道我在哪里 10月3日 亚当斯在首届塞马夫商业活动上 再次公开批评拜登 说 我认为总统做得很好 我们在犯罪问题上并肩站在一起 在环境问题上与他并肩站在一起 但在移民问题上 我认为白宫错了 他还再次强调 移民庇护问题可能会摧毁纽约市 说 我们不能允许这座城市 经历这个全国性的进程 意思是说 不能让纽约来承担拜登的全国性错误 10月5日 亚当斯甚至前往南美的墨西哥 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 开始为期四天的越境访问 试图告诉移民远离纽约 他的政府还向边境发放传单 说纽约已经满负荷运转 而且生活成本很高 作为举足轻重的纽约市长 亚当斯这些做法 显然是在打脸拜登在边境危机上不作为 不仅让拜登脸上无光 而且也正在威胁到拜登的连任竞选 这加剧了两人的紧张关系 民主党策略士乔恩·雷尼什说 当统一党派的杰出领导人 存在如此广泛的分歧时 这对任何一方都不是好事 也有策略士认为亚当斯与拜登已经决裂 事实上 他们的关系在几个月前就出现了裂痕 今年4月 拜登宣布竞选连任 5月 亚当斯被取消了拜登竞选代理人的身份 然而 亚当斯并不是唯一一个 在移民问题上向白宫施压的民主党人 10月2日 拜登的竞选代理人 以利诺伊州州长建毕普利·斯克在给政府的一封信中表示 联邦政府在边境问题上缺乏干预和协调 已经造成了他所在的州难以维持的局面 这些来自内部的批评声音 对拜登以及希望在2024年 赢回中院控制权的民主党高层来说 应该是最不愿意看到的 最后 让我们回到亚当斯的助手被抄家的问题上 如果在过去 看到联邦调查局突袭搜查 我们会感觉是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执法机构可以独立于政府 调查官员的腐败 但是到了今天 特别是拜登时期 执法机构已经被武器化 甚至黑社会化 他们既然可以不择手段的构陷川普 那么他们为什么就不会对亚当斯下手呢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